就是圣明讲话。 今天我们来一起查考这个约细亚记者十三章。 约细亚记者十三章主要是讲到两个大的事情。 讲到一个还没得到的那个土地。 然后再讲到就是说那两个半支派所得的地。 那就是这个十三章的那个主要的两部分的内容。 当在这个讲述这两方面的事情的时候当中, 有很多的教训我们可以学习。 好,我们先来看这个一节到七节。 约细亚记者十三章一节到七节。 好,我们先看第一节。 第一节。 约细亚年老,年纪老迈。 耶和华对祂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 好,这里是神对约细亚所讲的。 那我们想一下就是说,约细亚已经征战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们知道那时候都说约细亚带领众拜,就是所有的那些以色列人出去征战。 那意思说他就是将军。 那么在这个元帅,就是神的指示之下,他出去征战。 那我们看到他打圣战一场,接着一场打圣战。 直到他现在已经年纪老迈了。 那么我们想一下就是说,为什么神对约细亚这样讲,或者是说提醒呢? 但是我们知道很清楚就是说,约细亚在当时的民众当中,就是当时的神的选民当中,他就是好像是神。 因为为什么?因为民众的跟神的关系是间接的。 百姓通过这个约细亚来听到神的吩咐。 所以当时约细亚的地位,当时好像是摩西这么高,就是说因为摩西是神,只是跟摩西面对面来见来谈话。 那么约细亚是细亚是基成了摩西的神的工作。 但是我们看到就说,神都是通过这个约细亚来彰显神的全能全并。 所以可以想象当中,这个约细亚在这个神的众名当中的地位是很崇高的。 但是这里我们看到神来提醒约细亚,就是说跟约细亚讲的,这是事实。 他说,你年纪老迈啦。 那当我们从这个人的角度看的话,我们就是说,出生长大,然后身体慢慢变老,然后有一天去离开世界。 这是很自然的一个现象。 我们也知道当人变老的时候,我们的所谓的能力,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就是说可以做事的那个效率,就会降低。 就是说我们那个经历就不像年轻人这么好。 所以这里是看到就是说,作为神的仆人,祂是有祂的局限。 当神让祂看到祂的就是说,这个幼体方面的这方面的事情。 为什么告诉他,年纪老迈之后还说,你还有很多的妹的,还没有得到的地方。 我们知道就说,从这个之后,我们看到约细亚在带他们出去打仗了。 没有了,没有了。 所以约细亚的工作时点就讲到只是分,把那个土地,还没有得到的土地分给他们。 所以我们看到就说,他已经在这个幼体的这个能力方面,就是说那个经历,已经不可能在好像以前来带兵去征战了。 所以我们看到就说,其实真正的这个带领一些百姓的是神。 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作为神的公元,在神的这个大人之下呢,我们真的要不断来谦卑,还有就是顺服。 我们承认,我们承认我们真的有,就是说体力方面,还是说我们的能力方面是不足的。 但是其实,在这方面,其实摩西也是在他写一首诗来赞美神的时候也讲到神的,他就是这个唯一的这个神的,就是神的民众的这个领袖,就是带领人。 我们看一下那个圣经的十五章。 我们看一下那个圣经的十五章,我们看第二节,这里讲到就是说,当神带领一些人出了这个埃及过了很久。 然后呢,以他的大人把海分开,然后埃及人都死,那是冰丁都死在那个海里面。 所以十五章,就是来歌颂,来歌颂这位神。 我们看这个十五章的第二节。 第二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 是我的父亲的神,我要赞美他。 第三节,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 好,这里摩西,他看到神的作为之后,来这里侵战神。 因为他知道他可以带领一些百姓过红海,不是他的功能,不是他的功劳。 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无论我们年纪多大,只要我们靠神的话,我们还是有力量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足,要谦卑。 然后才可以有这个真心真意来靠神。 我们知道当时摩西是没有能力带这个乙气百姓出来的,如果没有神的话。 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我的诗歌。 所以我们靠神做了很多工作,或是靠神,我们带了很多人来。 或是我们靠神,神的教会兴旺起来了。 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是来侵畅神。 因为是神的能力。 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 因为神是我们的拯救。 意思说,如果没有神的拯救,我们也没有这个机会,还有这个恩典来侍奉神。 那么神的工作能够成就,都是因为神的拯救和神的能力。 我们的增长可以打圣。 就是说,有些人可以打圣仗。 耶稣可以打圣仗。 都是因为耶和华是,就是神就是这个战士,就是神帮他们争战。 所以啊,祂说啊,我要遵循祂。 所以啊,其实啊,作为当时神跟耶稣天长,你年纪老慢是三长。 其实,还有很多工作有所要做的。 意思说,你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还没有做完。 所以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在我们得圣的时候,但是说,让我们做圣工顺利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忘记了。 其实,这只是可能开始,或是只是,神要我们看到的,以后还有其他的,还没有得到的。 所以意思说,在这个时候,不是松一口气的时候。 所以,不是说,我可以来过一个,来过一个个人的生活。 就是说,神的事情,我已经做了很多了。我停下来了。 所以,神对神期待就是摩西忠心到底。意思说,他离开神那一天,也要为神做,就是说忠心到那一天。 所以,联系不是问题,神所看重的是忠心。 所以,年纪不是问题,神所看重的是忠心。 所以,年纪不是问题,神所看重的是忠心。 我们再看这个第二点,就是说,就讲到很多未得之地。 我们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地对当时的一些百姓,当时很重要。 因为这个地是祖宗亚伯拉罕神所应许给他的。 那对他们来说,是要有一个地方去住,长期来住下去。 所以,这个是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定要得到这块地。 其实,在神的眼中,这个地跟一些当时他们所想象的不一样。 他要以前要得到这个地,当然一个是,来实现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他是表现出他是信实的。 他是有人力的。 他的话语一出口,就会实现。 我们看到这句说,耶稣还没有进迦南地的时候,神已经跟他说,他要承受的地的那个多大。 我们看这个第四节。 三节四节。 凡你找找找找找找他之地,我都照着我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 第四节。 从跨野和借黎巴论直到柏拉大河,客人的权力又到大海日漏之处都要照你们的境界。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神所应许的这块土地是很大的。 从今天我们看的地方就是叙利亚的南部,再加上黎巴论的那个国家的土地。 还有就是现在那个加沙地带,还有就是现在那些人所住的地方。 就是说那个地很大,现在他们所住的现今的以色列国那个地方已经少很多了。 好,所以在神的眼中这是他要给他们的。 那么他给他的地其实就是要建立神的国在地。 我们知道他给他其实就是要他们来拜真神啊。 他进去的时候要把当地所有拜假神的东西人都要除掉。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那些人,就是说他要得的地的那些人已经主主中中一代一代都是拜偶像的。 他们已经可以说是到了一个不能再回来的一个地步啊。 他们已经不可能在,他们可以说是接受不了这位真神了。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神要给他这块地其实呢,是神所减省的一族建立神的国在地来彰显他的荣耀。 所以对神来说,要以前凡事所做的都是来荣耀他。 他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所以他就从第三节就一直长到第六节长到还没有得到的那个土地。 当然我们知道所有的土地都是属神的。 只是就说当亚当犯罪之后呢,那么罪就进入了世界。 所以从此那些神所造的人,有神的形象的,他们按照他们自主意识,顺存幼体的情欲,还有这个赐善的这个王的这个所谓的指引来拜祂。 然后呢,离开神,来反对神。 然后呢,离开神,来反对神。 对。其实你看就是说,其实这个以色列人进江南地,要得到这个坏地。 所以,跟那个神在地上建立那个伊甸园有那个三同的那个属灵的那个果像。 我们知道就是说,当时神在这个创世纪所讲到的那个伊甸园是神同在的地方。 那么,当时的亚当是完全圣洁。 直到他犯罪给赶出去了。 那后来我们看到神拣选亚伯拉罕,其实是从这一个神所拣选的亚伯拉罕,欣喜他的属神的那个民众,属神的人,属神的一族。 然后呢,再恢复到在当时在伊甸园那个情景,就是说,传缘圣洁,有神同在,都是神的律法,都是按照神的意思去做事。 那这样的话,神就得到荣耀了。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神的眼中,这个地跟一些百姓以后他承受了地之后,他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看到后来他们得到地之后呢,他们只是享受神所给予的。 所以我们看到那些众长老都回去,就是说,当那些老一代都回去之后呢,他们就离开神了。 但是记者在那个史诗记了。 所以我们看到神的那个旨意是不一样的。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位德之地,我们属灵长度怎么去看呢?怎么有什么教训可以学习呢? 神检选,在末世检选这个,他的人成为这个他的教会。 然后呢,有这个正习教会,其实就是神所欣喜的,在末世来,继续来荣耀神的教会。 其实这个教会一直都存在的,这个真教会一直存在的。 而是在不同的年代的时候,在地上又体的,还存在的,就是还生活在又体里面的,那些人不一样。 不是,我说,这个真教会是属灵的。 是属神的。 其实最终就是神的国了,这个真教会。 所以这个神的国,神的教会是属灵的,是从属灵角度看,永远存在的。 在古时的时候,就是亚当,在亚当的时候,就是神的教会,神同在的地方。 那么在这个亚当时代就是神的1群。 神捡选的2群。 那么这个会死的时代就是使徒喔,使徒教会。 然后在这个我们今天来说1917年开始就是我们的在地上就是我们这些代表这个真教会 所以你看去说在属灵角度看的话这个未得之地不是我们所看到的右眼看到的土地 其实这个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拣选了门徒 然后门徒跟随他很多年跟随了几年 然后门徒一直跟随他都是有这个他们的认识 他们的明白不一样他以为耶稣在地上帮他建立以色列的王国 然后知道耶稣复活之后然后跟他们见面 显现给门徒然后给他们讲述神国的话神国的事情四十天 我们看一下这个 那么之后他们得圣灵之后才才明白其实神 主耶稣来地上不是来建立以色列这个守幼的话是那个重得那个土地 而是属灵的神的神的教会 我们看一下这个使得行状的第一章 使得行状的第一章 这里门徒来问这个耶稣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 主啊你复兴耶稣国就在这时候吗 耶稣对他们说 父平做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子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传递上万里亚直到第一章做我的见证 所以这里看得很清楚就是说 门徒那时候还不真正明白神的旨意 他们所顾念的他们所要叫主耶稣成全的就是属幼的属地的 所以祂说要复兴一些国 所以主耶稣说不是啦 然后祂跟他说你们要为我做见证呢 其实祂要复兴属灵的国在地 所以主耶稣就跟他说这些是你要得的地 祂说你们要为我做见证先从耶路撒冷犹大传地 撒玛利亚直到地之做我的见证 他们属灵上要得的地就是先从他们所住的地方 所认识的人然后一直到那些其他的地方 其实是整个有人住的地方 这好像是当时神当你现在还没有进加安地的时候 神跟耶稣讲到他所承受的地是从什么时候 从哪里开始直到哪里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要得的地是属灵的 就是建立神的国在地上 那具体一点就是说其实这是要得人 我们觉着说要我们得的地就是要得人 属灵上买汉 我们看这个马太福文书的四章十九节 马太福文书的四章十九节 好 四章十九节 这里当主耶稣建成这个匹德的时候 我们知道匹德职业就是打鱼嘛 那么他就告诉他 其实你将来 其实你要做的不是这个看得见的打到的鱼 而是要打到属灵的鱼 我们看十九节 耶稣对他们说来跟随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羽一样 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就说今天我们为得之地是什么呢 我们为得之地就是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 那些还没有得到那个传辈的福音的 那些还没有真正得到主耶稣的救恩的 或者是说我们为得之地是那些我们得到的失去的那些地 所以教会有两大使命 一个是去传福 应该是牧养 所以我们看到据说我们去来得人 据说要把人的心归向神 使得他们知道罪悔改 然后接受真理 然后接受耶稣基督是他的真实 来归入他的教会 那这样的话呢 他的灵魂就得救了 所以这是说这个为得之地 这个地的属灵的我们所学习到的 那么我们可能有这个诗上的自说迷失的弟兄姐妹 这本来是神的土地 因为是神的灵所居住的地方 因为那些得救的人是神同在 神的子民是神国的一部分 所以神希望我们能够夺回或是去得那些没得的地 其实这个地可以指到我们的心 也可以指到教会的这个 就是那个完全的程度 就是那个 主要是说我们要和上父一样 天父完全 和上父一样的权 教会里面还有很多勇悦的基督姐妹 或者是还有我们作为神的公園 也有很多地方要追求的 要长进的 这些都是还没有得到的属灵的地啊 直到 其实这个 什么算是得到的地呢 直到主耶稣整个 在我们的人当中 成行 在我们的人当中 成行 所以这个是慰德之地啊 这是我们要不断来追求的 在这个传言福音方面 在我们灵修方面 我们不要让世界 让情欲来占领了神的土地 就是我们的心啊 那在教会的整体方面 那我们知道这次属灵的征战 是不断去打的 是直到我们 直到我们主耶稣来的那以前 所以 这是我们不断要努力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 《贼索罗教前书》的第一章九节十节 我们看《贼索罗教前书》的第一章 《贼索罗教前书》的第一章九节十节 《贼索罗教前书》的第一章九节十节 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 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 你们是怎样离去偶像归上神 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 一十节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 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 那位救我们脱离家乃愤怒的耶稣 所以我们看到 他就是说要得这个地 就是直到我们要得人的时候 他的心要归上神 一个归上神的人 他是心中没有偶像的 他生活也没有偶像 他已经把他以前的所谓的传统 所谓的真理 所谓的神 为了敬拜这位真神 都把他除去 那这块地才是圣洁的 才是成圣的 意思说 神把他分出来 来属于他的 所以偶像 或是说 我们以前所信的 我们要把它除得干干净净 不然的话 我们就会失去那个 我们神所给予的盼望 因为我们是要等候 主耶稣再来 把我们再 带回去 带回他的国 所以这是我们所学习到的 这个畏德之地的 一些属灵的教训 然后从第八节一直讲到 其实讲到 三十二节 都是讲到 两个半十派所得的地 还有 在第一部分 讲到神应许他们 他会把那些人赶出去 第六节 所以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去得神 要我们得的地 或是说 我们要把那些 没信主的传分给他 或是那些 已经失去信仰的 离羊 我们要把它争取回来 那是要靠神的 那因为是属灵的增仗 好 然后呢 第二部分 所得的 那是两个半十派所得的地 那其中讲到 就是说 那个 六位十派 在物质方面 就是没有他 真正属于他的地 但是我们也知道 他也给予一些城市来居住 那其实这里也是 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些教训 当这个 两个半十派得到神的地之后呢 其实他们的 他们重点不是在享受 摩西跟他们说 你要继续跟你其他的弟兄 一起去争战 知道他们得他们的地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这里 属灵争战 在教会 在外边 我们一定要同工 这样的同工 一定要能够 有这个 所谓的决心 Determine 所谓的决心 我们要决心 有决心的话 就是说 要完成神的 一起来做完成神的旨意 跟他们一起去 跟他们一起打仗 知道其他之败 都得到神的地 另外 另外就是说 这个 立位之派 他是 祭司 是从他那主出来的 所以 所以神是要他把那个心 弯弯传传 都 之中在神的身上 因为他是 因为他是 他是当时子民的中宝 因为他是当时子民的中宝 他是帮神的子民献祭的 他要圣洁 他的生活要成圣的 他不可能有一点污谓 不然的话 他就给神击虾 或者是神惩罚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也是神的所拣选的 其实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要过一个 传言圣洁的生活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的查经就会大致 但我们在我们祷告当中 祷告给我们这个心 来施赏 我们唯有得到的地 我们看一下 谁在我们身边还没有信主的 我们看一下就是说 教会那些师三的弟兄姐妹 那些我们 谁可以去找的 我们看一下教会有些工作还没有做好的 我们怎么去来帮忙 我们去找教会 和教会有福音和教会 去找教会 我们去找教会 谢谢大家